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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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这个证言上人啊 包括很多大德都提醒我们 就是面对这一次这样子一个传染病的这个疫情啊 都正在告诫我们说要开始吃素 要很认真的真心的开始这个戒杀吃素 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曾鲁老师也说过 你想想看 一个大城市 如果所有的人都吃素的话 那那个大城市的屠宰场如果都关起来的话 那不知道可以让多少生命免于被杀害 可是实际上我们现在状况是什么呢 那绝大部分的人类这个吃肉都已经吸引为常了 这个吃肉的习惯的背后就是大量的生命被杀 而且被杀之前呢 按照现代化的这种养殖的作业呢 是这些被动物被杀之前也都经历了非常多的痛苦 好 所以我二十几年前看到的资料就是如此 我记得没错是二十几年前我看到的资料 那时候说台湾人一年吃的鸡的数目绝对是一亿之以上 一亿啊 不是一千万 一千万的十倍 一亿以上 二十年前每年吃的鸡的数目就一亿之以上 那何况是现在 何况是全世界 那那个杀业累积的多重 那个都是大家没有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之前 每天例行的习以为常 不知不觉不痛不痒的动作里边 就大量的生命已经被杀害了 你说怎么可能没有恶业 怎么可能没有很重的恶业呢 然后现在这个传染病的这个传染 大家都觉得很可怕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传染病的传染这个事情呢 也是很多例行的运作助长的这种传染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说 因为现在这个交通非常的发达 飞机 轮船 游轮 公共运输工具 都非常的发达 然后大家也现在看到说 疫情在世界各地蔓延的 都跟这些公共交通工具的运输 是非常有关系的 那我问你 那当初大家投入这个交通运输事业 不管你是直接在这个事业里边工作的人 还是你只是买票支持他的人 这么大的这个交通运输系统建立起来的时候 你有想到有一天 他会在疫情的传播上产生这么大的力量吗 那这个时候不是疫情传播出去 伤害到很多人类跟众生的这个业里边 不是很多人都有一份吗 所以这个也是在不知不觉当中 我们就造了很多跟伤害生命有关的业 好 然后传染病固然可怕 但是按照我们学佛人来讲呢 最可怕的 就是最可怕的不是传染病 最可怕的是传染邪见 因为病在人的身上总有一天会被治好 对人的影响只是这一生的身体 邪见一旦进入一个人心里 影响他的可能是生生世世 什么叫邪见呢 不相信三宝四地业果就是邪见 那我问你 那这个实在在媒体里边 在我们一般每天传递的讯息里边 你问问看自己 你介绍到的讯息 跟你传递出去的信息 是传递政见的比较多 还是传递邪见的比较多 稍微观察一下 所有人都会说 传递邪见的永远大于传递政见的 可是邪见按照广论里边的教授是什么 邪见会坏善根 跟称心一样 都说一念称心 可以让过去一千节的善业不能敢过 这个中大事在广论里边 有很仔细的抉择 邪见也一样 邪见也会坏善根 也会让自己过去的善业不能敢过 但是这个时代 传递邪见太容易了 传递这些不相信无限生命 不认为三宝四地 业果存在的这种邪见 到处都在传递 然后又是一个过度物质发达的时代 过度物质发展的时代 有一个什么特征呢 那个技术分工做得很细 每个人都只做一小点 所以每个人做的时候都没感觉 但是合起来的时候呢 一个大恶业可能就形成了 所以以前我们有一位法师 他是做这个工业设计的 工业工程设计的 他跟我说 其实在他们这个学习的领域里边呢 就是会设计很多这个工厂的流程跟机器嘛 比如说一个自动化的一个屠宰的机器 反正就是活生生生的动物进去 然后一头一头都被宰杀 然后分割 然后分装包装这样 全部都是自动化 所以在那个过程里边呢 有的人可能只是按一个按钮而已 有个人可能只是挂一个钩子而已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没做什么 但是呢 那么精细的分工 过度物质发展之后 那么精细的分工呢 合起来之后 大家就一起共同造作了一个 伤害了很多生命的恶业 我举这些例子什么意思呢 你这样子顺着业果的道理去观察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就像大善知识他们所说的 善恶良者的业力相较的话 恶业它的数量是远超过善业的 不仅数量超过善业 而且它的力量也远大于善业 后面这位老师就提醒 如果你看到这种相撞 如果你看到这种状况 你还想保持现状 就是你不想改 不想动的话呢 曾荣老师说 那接着又要想到念死 好 因为呢 等到死亡到来的那一天呢 因为恶业的数量又多 力量又大 那除了恶趣之外 我们有没有另外的地方可以去 对不对 一定会推出这样的 就是 如果这一生造业的状况都是这样子 然后又没有照着佛智大师所说的 发起猛力回心 很认真精情的修忏悔的话 那下一生去哪里呢 一定是由恶业决定的 一定是会堕落的 这样 所以曾荣老师说 由于我们没有办法 透过这一生所获得的人生 注意下面我说的几个字 如实真实的修学正法 这些真正能够帮助我们 进化恶业 培植善业的法 我们如果没有认真修的话 请问 在灵命中的时候 怎么会出现强大原念正法的力量 或者强大的善业的力量 所以是很危险的 我们刚刚说那个猛力的忏悔之心 就是透过这样子的 透过对念死 还有业果如法的思维 慢慢体测起来的 所以呢 曾荣老师后面讲 念死的时候不是想到死就跌入那种痛苦 而是要往后想 死的时候 什么是最必要最需要的 就是正法 也就是善业 那就观察一下 有多少善业 有多少恶业 如果恶业的力量 彻底的大于善业的力量的话 那就只有一个地方去 就堕入恶去了 一旦堕入恶去 就不是今生的这些爱别离苦 愿正会苦 或者人生惨痛的遭遇 所能比拟的恶去苦 好 也就是说我刚刚说的 你透过念死 还有业果的道理思维 你就会很清楚地看到 自己的恶业 远大于善业的这种结论 那个时候才会逼测我们说 为了来世的幸福 为了无限生命的力苦得乐 必须猛利精勤的忏悔 想到这边 你又会觉得非常的幸运 为什么 因为忏悔法门我们遇到了 曾荣老师就是很认真的 跟我们讲了三十五佛忏的教授 也很希望我们很认真的 做三十五佛忏的忏悔 讲到这边 其实我也可以学习一下自己 前面两个月 我回到曾荣老师身边学习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外出讲法的行程比较少 我的时间稍微多一点 而且我只要看到曾荣老师 我就蛮想用功的 因为我很想好好跟随着他学习 所以两个月里面 我自己拜佛稍微比较用功一点 也拜了快五万拜 那时候就非常非常的高兴 现在讲真的非常高兴 因为最近又开始忙了 最近拜佛时间又比较少一点 所以有的时候碰到一些 比较紧急的状况的时候 比如说自己有修行的愿望 能不能顺利的承办的时候 我想到我曾经有努力用功过 我就蛮高兴的 好 我就蛮高兴的 好 所以记得佛智大师 这边的这个教导跟教诫 而且最后佛智大师 也有给我们鼓励 对不对 一旦你真真认真忏悔 就像明月暂时被乌云遮蔽 你认真忏悔之后 乌云散去 整个天空 整个虚空 还是会被光明所庄严 那就是我们生命的 本来的状态 所以意思就是说 只要我们肯努力 我们的生命也是本质清净 本质具足的 好 那个罪惰 它不是永远都会 停留在我们生命里面 永远出不去的 不是这个样子的 好